我们来看一下钢笔工具组的一些命令的使用 首先它包括草绘、平滑样条、样条弧形工具 还有我们经常会使用到的画笔工具 也就是我们的钢笔工具 那首先我们来切换到我们的这个SSD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工具的话呢 它在哪里 这种工具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钢笔工具 长按它用鼠标长按个一秒左右 它会弹出来 就是这种命令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草绘先 草绘的话一般的话会在哪里进行使用呢 我们不会在透视图中使用 我们这种命令在绘制的过程中 大家要注意 都不会在透视图中这样绘制 草绘就是随意绘制 我告诉你这样绘制就是错误的 不能在透视图中绘制 那它能在什么视图中绘制呢 我们测回来 它可以在顶视图绘制 它可以在正视图绘制 可以在右视图绘制 那顶视图是优先考虑的 然后再考虑这个正视图是优先考虑的 然后再考虑这个顶视图 再考虑这个正视图 注意这个时候是优先考虑的 那我们一边呢 一边我们这个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做透视图 这边有一个正视图 我们在正视图这边去绘制东西 比如说写字 对吧 你看它这边的绘制会显示出来的 千万不要在透视图中去绘制 那我们把这个样条的话 给它删掉 绘制完去删掉 首先这个炒绘工具的话呢 它是什么作用呢 它就是随意的去绘制 去随意绘制 那我们可以在正视图中 给它最大化正视图 按一下我们的鼠标的中间 然后呢可以在这里去绘制 去随意绘制 那随意绘制的话 它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就是不是很平滑 大家可以看到这不是很平滑 那我们再测回去 再来绘制 这种的话呢 就是很随意 很随意 然后呢 我们再绘制 会发现一个问题 你看 我们所绘制的这些造型 都是在一个图层上面 跟大家讲啊 如果我们 我们先坑头在Z侧一步 我们如果点空白去绘制 它就会新建一个新的图层 可以说是新的一个对象图层 那我们如果选择这个样条去绘制 它们就会绘制在一起去了 就绘制在一起去了 那这个样条是随意的去绘制 然后呢 你也可以通过一个叫做平滑样条 对你绘制的这个样条进行平滑的处理 这个工具堪称就是神器 你可以去这样平滑 平滑一下它 平滑一下它 这个比较好用了 平滑一下它 然后呢 再图 然后呢 再去图层 这个图 图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这里的话呢 通过我们鼠标的这个中键 按住鼠标的中键左右可以控制 这个平滑的这个画笔大小 这边也可以控制的啊 你可以控制它的大小 包括它的一个强度都可以控制 好 那我们直接去推就行了啊 推到比较平滑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通过这个 这个绘制好的样条啊 我们还可以通过移动工具 配合我们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东西叫做点层级 这是点啊 这是点 我们选了点层级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 这里面很多点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点 去移动这些点 包括调节它的手笔 这都可以啊 注意你一定要点击 用移动工具 和在点层级的状态下 你才能去控制这些东西啊 你不要再编 这是看不到点的 你不要再面 这是不行的 你也不能在模型层级 这是第一个是模 这个是模型啊 然后呢 也不行 你也必须点层级 才能控制这里面的点的效果 那我们再来使用这个草惠 再来画一些 比如说画一些这样的一个 类似一个植物的造型 对吧 用你的鼠标画 如果你有这种数位板啊 就比较好 如果画的不好啊 测回来 再来一次 对吧 画到好位置 测回来 其实画插画的也是这样子的啊 都是不断去绘制 找到一条比较好的线 然后呢 才停下来 你看我现在选择这个样条 就一直画 它都在一个图层上面 那我现在就保持在一个图层上面画就可以了啊 好 画成这样一条一个东西 那现在这个东西的话呢 我们在透视图中看 哎 就像一条羽毛一样 其实它是个植物啊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这条线跟这条 这里面的话没有重合 对吧 我们先不管它 来看一下 这条线你画出来 它是一个样条 就像我们这边的样条一样 这边是一些基础的样条 这边是我们可以自己去创造 自己去绘制的样条 那这些样条可以卷出来吗 我们点击渲染会发现 是渲不出来的 没有任何东西 那我们需要使用什么呢 需要使用一些扫描啊 使用扫描来进行啊 这样它能渲啊 能看到立体的造型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调节 我们这里面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可以将这些 选择点层级 调一下这些手柄啊 然后在这边观察一下 那我们首先扫描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圆环 然后把圆环缩小 缩到超级超级小 缩放 缩到很小很小很小 然后这个时候圆环是作为截面的 这个植物是作为这个路径的 选择它们俩啊 我们这里可以给一个扫描啊 丢到这个扫描中进去 这个时候呢 就产生这样的一个造型 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圆环 再缩小一点点 再缩小一些啊 然后呢 这个地方的话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缺口啊 有一个缺口 你可以去再去控制它这个样条的这个位置啊 控制它的位置 包括手柄啊 现在还可以找到这个样条的点 你可以看到 用移动工具啊 去控制样条的位置 选择这个 选择点 有的时候呢 老师我看不到点怎么办 把这个扫描先关掉 这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点了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点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开启 然后去透视东西观察这个效果 再去进行一个微调 关闭它 选择点微调一下 选择点微调一下啊 没有什么捷径啊 这种手绘的东西的话 你自己去绘制的东西就没有什么捷径 得靠你自己去调节啊 透视的东西调的话是可以调的啊 但是你自己要能啊 去感觉到它的方向啊 它的方向 建议你是在那个顶视图条 你看这个地方就有点错位 你再去调节啊 所以调节他们的一些位置 好 然后再去开启它啊 就进行一个啊 绘制一些造型出来啊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硬邦邦的一个头部 我们可以选择扫描 把它的封顶 改成我们学过的圆角封顶啊 要变胖了呢 是吧 变胖了怎么办 变胖的话呢 把这个约束打开 它就不会变胖了 对吧啊 会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调这里的话呢 它是控制的是这一部分啊 我们来看一下 控制的是这一部分 我们调小一点点 你看 圆角太大了 调小它 不符调到9 回车 就变成源头了啊 然后呢 我们旋转去观察它 把末端也改成9和2 感觉是哪个数值比较合适 你就给哪一个数值 给它一个相应的一个数值 给它啊 那些细节点再去调就可以了啊 然后我们可以手绘出一些造型来 那这个的话是跟大家演示一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手绘啊 这个工具 你如果有这个功底 可以去写一些字都可以的啊 是写一些比如说啊 一些中国的一些字年位啊 是吧 连笔的字 对吧 比如说记忆啊 这个意 最好是连笔的 然后这样的话 你去进行扫描 就会比较比较酷一些啊 比较酷 中中文字 你也可以写一些英文字 对吧 这个的话你可以去写一些啊 但是你鼠标写字的话呢 有的时候可能不是很好写 对吧 就是手绘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叫做平滑样条 这两个可以结合来用啊 有一个叫做样条弧形工具 这个东西比较神奇 你在这里 它是可以画一些圆弧的啊 选择样条弧形工具 按住它拉出一根线来 放它会变成一个圆弧啊 再按住它就可以控制圆弧的这个大小 然后再来 再往这边来 然后呢 再点击 再控制它的圆弧大小 然后再来 再控制它的圆弧大小 它可以一直画这种圆弧造型 这个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PS呢 就可以加一个这样的工具 特别好用啊 感觉特别厉害啊 画一些带圆弧的造型 就特别好控制 特别好这个去控制它 但是呢 你要用的熟练才行 用不熟练这个工具照样 也是看起来不是特别好用 是吧 不是很熟练啊 用起来 所以这个工具一般 我们平时用的不是很多啊 就可以画一些这种圆的造型啊 你看我按住all键 对这个视图进行旋转了 大家注意 对视图进行旋转啊 只有透视图才能进行一个旋转 其他视图 我们一般不要对它进行旋转 只要旋转到以后 我们要点击查看 恢复默认场景 查看恢复默认场景 保证它里面的线 是水平和垂直的啊 注意这个细节 好 那画一些有这种弧度的这种造型 是可以的 很厉害啊 但是一般用的很少啊 就我们平时用的很少啊 然后呢 我们最后来说一个主角 就是我们的画米工具了 画米工具呢 我们又称为一个钢米工具啊 其实它在C4D中 它就叫做画米 那我们平时的话呢 就叫它画米就可以了啊 它其实就是钢米 然后呢 我们怎么去进行使用呢 我们选了它 画这种路径 我说了 不能在透视图的话 应该要在顶视图 或者正视图 正视图中去绘制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呢 来绘制一下 点击啊 可以在这里点击 拉一下 跟我们PS中好像没什么区别啊 拉着一条 这个叫什么呢 控制手柄啊 然后在这边 再点击 再拉啊 然后呢 嗯 觉得不好 坑住在这里 撤回去啊 又可以在这里 再拉啊 这里以后呢 按住它 再拉 这里以后呢 再拉一下 这里 点一下 一般我们在PS中 老喜欢在最后这个末端 点了以后还要拉一下 那这里不行 这里只能点一下 乖乖的点一下 不能点往下 不能扯啊 不能扯啊 不行的啊 点一下 只能点一下 就只能这样子 那这C4D中就只能这样子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给它勾了一条 这样的一个造型啊 跟它说一些细节啊 这个我们的这个啊 C4D中的这个样条线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 在绘制的过程中 它会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分头和尾 头是白色的 尾巴是蓝色的 这是它会啊 就是会显示出来的一个特征啊 大家去注意观察啊 然后我们撤回去 撤回去 撤回去 啊 看我在这 撤回去 这只要看在这就可以一直撤啊 然后呢 那我们在画面中 怎么调节这些点的位置呢 我们可以使用两个工具 来控制点的位置 第一个工具就是钢笔工具 直接按住点 就可以移动它的位置 按住点移动位置 甚至可以控制它的这个 呃 位置的这个变化啊 就是你可以挪这边过来 挪这边啊 然后呢 手柄啊 你看手柄的话呢 你要点一下它 变变成一个 点一下它 变成一个黄色的时候 你才可以控制它的手柄 就这样子 点一下变黄色 按住它 移动它的时候呢 按住它移动它的时候呢 你一放它的手柄就没了 你要点一下它 变成黄色的时候才能控制它啊 这是使用钢笔工具 还有一个工具 我建议大家去用这个工具 去调它的手柄的 这个控制手柄 包括它的锚点位置的 这个工具叫做移动工具 这个工具叫移动工具 选择点层级 用移动工具 控制我们点的位置 来 你可以放在这两个箭头的中心 这个三二型这里 可以随意的移动它的位置 这个比较好用 而且它还可以控制手柄 但你可能说老师 我能不能用这个工具 这个选择工具的控制 不行的 选择工具 你可以去 你看 拉它的手柄是拉不了的 这是没办法拉的手柄 移动工具和钢笔工具 这两个工具才可以对它进行控制 OK 这个别忘了 然后一定要在点层级 然后我们如果要移动整条路径 怎么办呢 要点击模型 点一下这个模型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移动整条路径 移动模型里面的点 就是移动这个线里面的点 你要选择点层级才能移动里面的点 好 那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控制它这个手柄了 然后有些时候的话 我们画面中可能有多个对象 比如说又多了一个立方体 我建了个立方体 然后有些时候的话 我们去调这些手柄 有些时候老是调不了 你看我们现在是移动工具 调这个手柄调不了 为什么调不了呢 就是因为你选中了两个对象 这是不能调手柄的 你必须选中一个样条 好 是不是选了一个样条 这个时候你才能调它的手柄 所以很多同学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不小心选多了一个 然后就问老师怎么不能调它的手柄 怎么调不了了 说好的可以调了 调不了了 那你要选择一个样条 你才能调 所以注意这个细节 OK 那有才会问了 老师那这个 我们把这个立方体先删掉 先删掉它 那在这个ps中 我们是按住什么键 对这个点变成一个尖锐的点的 是按住alt键对吧 我们在c4d中是按住shift键 调一下这个手柄 就可以将这个点变成一个尖锐的一个锚点 你可以选它 我们调一下它 默认是一个平滑的 按住alt键 不行 按住shift键 可以 shift键的话才行 所以这个的话 你要入箱随俗用c4d 这就是得什么键 shape键 控制它的手柄 变成尖锐的 那老师那我变尖锐 我怎么变回来 对吧 这个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变成一个圆滑的 平滑的路径 那这个的话 我们就得要使用我们后面的命令了 后面命 待会再跟他说 后面命应该怎么做 还有同学可能会说 老师我这个点不要了 怎么删 按delit删掉它就行了 delit删掉它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将这个点进行一个删除 ok 那这个的话 我们就是这个这一组命令的一个介绍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跟他讲这些点 如何去进行一些变换 包括他的一些断开 包括连接在一起 那这里的话 我们讲完这一段的话 我们给他就是做一个小结 我们来看一下 钢笔工具组的使用的话 跟他介绍的这几个工具 来做一个知识的小结 首先草绘工具可以配合平滑样条来使用 让你画的线就会平滑一些 样条 白色的部分代表头部 蓝色代表尾部 这个要注意 它有一个头和尾 锚点与手柄需要使用移动工具 或画笔工具 也就是钢笔工具 才能进行移动和调节 这个手柄和锚点的位置 还有一点 要配合shape的键 可以将锚点转换成脚点 可以将这种平滑的锚点转成脚点 还有一点大家注意 选择锚点的时候 一定要在点的层级下进行选择 删除锚点 按DTT就可以了 调节锚点的手柄 其实选中了两个对象 手柄是无法被调节的 这里还跟大家讲了 如果你选中了什么呢 两个对象 手柄不能调节 所以说你要只选一个对象 选择这些亮条 才能对这个手柄进行调节 OK 这个就是我们刚笔工具组的小节 再重新鲜 然后再闪一旁 把这些练习ком 然后再闪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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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这边